哥们儿 闺蜜 我跟你讲 闺蜜这个词最近火了一把 那要拜一个女明星所赐 田普君对不对 而且是一个奋斗在四线 曾经奋斗在四线的女明星 他演过这环传你有印象吗 真是没什么印象 也真有点忘了 所以他以前拍戏没火 半年是他火了一把 因为 王石 你想想看 他搞定了地产大亨王石 而且你的大30岁 而且你知道吗 王石是近身出户的 我觉得真是 这个女人 男友是王石 另外一个男人 也这么厉害 一般的男人应该驾驭不了他吧 你敢吗 我还没有到那个级别 最近提到这个人就是陈可欣 大导演陈可欣 但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陈可欣已经有小孩了 为什么还跟田普君处在一块呢 这样子又有什么关系呢 你想想看 这样子才进报 对不对 这样子才有我们今天的谈字 对不对 你看他写到自己的文章 真的是不遮不拦 而且是自爆的文章 你知道文章名字是什么吗 我们一块来好不好 好的 我的男闺蜜 你不知道的陈可欣 我可以24小时随时打电话给他 我跟他绝交了三次 基本上每次断交后 他都会有一个小小的嗜好 田普骏在这一篇题为 我的男闺蜜 你不知道的陈可欣的文章中 系数了两人的三次绝交 和种种交往细节 他是我认识的最孝顺的男生 他到哪儿拍戏 都会带着他的爸妈 他最近一两年才学会 怎么作为一个父亲跟女儿交流 他要做他女儿的朋友 君如是很少的能够包容这个少爷仔的女人 他很爱他 如今他51岁 有个爱他懂他的老婆 言下之意就是你田普骏从不包容陈可欣 即便跟他绝交 吵架轮番上阵 但陈可欣依旧要找你 田普骏你这是要玩爆吴君如吗 有网友解读出田普骏透过文章 大有抬高自己暗讽吴君如之意 是高段位的腹黑 但凡讲到吴君如都是 他爱他 他包容他 既给男闺蜜送上一顶顶高帽子 又有意无意抬高自己 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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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